要供应各位大家一个学习 学习柔火 这个柔火啊 你看这个稻穗成熟了 或者水果即使丰收了 它都垂下来的 羊牛纸很可爱 羊牛树啊 它垂羊牛啊 很柔软很美啊 我们人的牙齿是硬的 吸头是软的 到了人生之最后啊 牙齿都掉光了 吸头不会掉的 所以这个柔软呢 人生能长久的 硬这个反而要吃亏 我近几年来啊 在佛光山有一个很欢喜的事情 就是很多的吹架的人啊 他常常都跟我吵着说 我们要修行 要做产城 后来就进了一个城堂 现在佛光山好多地方都有城堂的 你去产城 才了十两个月多年 后来又有三年 出来了以后啊 因为我常常找见他们都问了 有什么心得吗 他们就说 最大的心得啊 我的心比较柔软啊 心的柔软啊 这个实际上是修行的一个最大的进步了 一般的人呢 能够说啊 你的心啊 你的性格很冷哦 你的心好硬哦 比赤头比港币好硬哦 你怎么那么自作呢 假如我们在人生要求进步啊 所以城门就讲做调戏 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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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调发这个 像猴子 像姨妈的这个省 给它驯服 给它柔软啊 这个让人生 活得更快乐 而且活得更长久 有一些人的性格 都很机操 都很好像固扎 举一个例子说 中俄五代的时候 有一个真相啊 叫冯道 他就是一个心情很机操的人 他有一次叫人家要替他买一双鞋子 买回来的是多少钱呢 一千八百八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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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回来 他接受了 可是另外一个同事呢 他也同样地买了一双鞋子 那个冯道就问这个同事了 他说 你那个鞋子多少钱啊 那个同事后来就说就叫了 酒不快 酒不够钱了 哎呀 你才酒不够 我怎么没了一千八 把那个麦迪兰叫来 折逼他 骂他 很生气 到了最后后来再继续另外一次讲 他这一次也是酒不快 都是一千八嘛 可是你问我这一次 当然一次是酒不快嘛 两个就一千八 所以这个性情太过 这个合进啊 出入啊 就是这样吃亏了 明末有一位寒散大使 他有个行事歌啊 好像我们都在这里唱过的 红尘不让来茫茫啊 人如何是妙访啊 又说 从来恩怒巡行断了 因为巡字绷得太紧了 没进港道扣衣上 刚到那时候扣很快 往往都容易有缺陷的 所以很硬的 不一定是很好 只从楼处不重港啊 我叫他人神 这消息楼火 这个是助人出世最好的妙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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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